心雲杯 心雲杯的最主要是這個地區 以前在日系時代叫做旭村 民國就一起年代 這個地方是台中線足球的 發展重要的地方 為了要感念當時的開創精神 跟持續鼓勵過去的辦理 所以就辦理了 創辦了一個這樣的系統 可以為名城的足球比賽 這比賽不一樣的地方 都包含很多的教育意涵在裡面 就是說像我們有選手之夜 心得的雪座 還有像精英賽 每一隊拍一個優質的選手 來助手 精英賽 非抗賽 那次的比賽給我們感覺 就是只有比賽而已 那因為他就開始在做那種筆記 就是旭春杯的筆記 還有博士獎之類的 那那一屆他就開始就像現在這樣 就是有你要自己去吃你的午餐 然後你要做你的環境整潔 然後你要去每場的比賽 你要去服著剪球 這個比賽辦得非常棒 跟我們以往在參加全國性的比賽是很不同的 那因為在這邊小孩子他可以很盡情地去發揮他原本學到的技術也好 戰術也好 那這邊也有好山好水 那所以小朋友在這邊都很開心 我們是今年是第一次來參加 然後我們就是覺得這個辦得很好 對 去春杯這個活動 讓小孩子可以很盡情地去踢球 我們現在想過來看一下這些青年的球隊 他們是怎麼樣的訓練呢 能力是什麼樣呢 最重要就是讓我們香港的球員 年輕的球員學習一下 建立年輕球員的那個態度 我希望小朋友能維持對足球的熱情 然後可能他沒有長大 他們可能是一個大企業的老闆 我希望他們有足球的概念以後 他可能也會回饋我們足球這個區塊 他會再有一支 就是大愛的精神嘛 就是為台灣的孩子 搭起一個舞台 讓這個舞台啊 教育的意涵啊 來辦理這個活動 讓台灣的孩子 喜歡踢球的孩子啊 可以齊聚在台東